大家常说的玫瑰啊 其实真正的中文名叫月季花 这一片呢就是公园用来色块造景的 它的花是鲜红色重拌的 经上呢有这种比较大的稀疏的皮色 世界各国的人呢基本的非常喜欢月季 园艺和一种工作者呢 就杂交嫁接触琳琅满目的各种花色花形的月季供人们欣赏 甚至绞尽脑汁 通过把月季染色加工的办法 制造出好看的蓝色妖姬 蓝色呢很好看 但是目前的技术呢 还没有培育出纯蓝的可以规模栽培的蓝色月季花 我刷视频的时候呢 竟然看到有个说是卖蓝色妖姬月季苗的 大家好 我就是一个农村种地的 种地的也没有啥才艺 也不会说也不会拐弯抹角的 直接了当的就想和大家要个赞 老铁们你愿意给咱们农民朋友点上一赞吗 看很多人下单啊 再看追评啊惨不忍睹 但是呢看鼠地的IP啊 瞬间明白了 细心的人呢会发现呢 他们收到的虽然不是蓝色妖姬啊 但是至少是各色的月季啊 他们不发小白花了 这是个阶段性的非常大的进步啊 这是多少花有一分填膺 口诛笔法的结果啊 伟大的水猴子老师啊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在整个大中华园艺界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啊 必将载入花策 当然话说回来啊 我们看到的月季呢 基本都是混杂着月季和薔薇 甚至中国古老玫瑰的基因了 看看这个公园里的爬藤里的造景 就是非常的美 植物园里啊 也有着各色大小花形的月季 大的呢 能有人的脸大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的古老月季在市面上还有吗 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在我孩子他妈 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啊 我就同他说了 等以后啊 我买颗真正的中国玫瑰 给它种开花送给你 其实那时候穷啊 舍不得百十块钱呢 买一捧月季 吹出去的牛 我自己得实现啊 结果在经历了多次小白花的失败经历以后呢 终于买到了基本接近的中国玫瑰 我竟然还把它种开花了 你们看这花就非常的淡雅 中国玫瑰啊 从月季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玫瑰有非常多的小刺 腿毛多啊 我买的这个玫瑰啊 还是掺杂了月季的基因啊 腿毛变少了 还有呢 就是玫瑰的叶子啊 是咒缩不平的 这本王国良教授编著的玫瑰大全 这里呢 就有介绍 这本书啊 把月季强为玫瑰 前世今生说得透透的 而且图文并茂的 解释了160多种月季 料理啊 是赠送一张摩擦 就能闻到这种月季香味的插画 另外呢 还赠送一本月季的真色插画本 这本书啊 就是放在家里装饰也够挡色 这套书呢 水猴子老师 而不是小亮老师也推荐过 我就不多介绍了 有喜欢的看下方的小黄车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